2003年年关将过 一场由中国广东顺德起源的SARS病毒感染肆虐全球 最终造成了全球范围内8000多人感染 770余人因此而丧命 17年后2020年的新春还未到来 一个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攻击便来势汹汹 目前已经开始肆意破坏着人类的免疫防线 与2003年大为不同的是 今日的社交网络从未如此发达 这场病毒侵袭的传播消息 似乎跑得比病毒还要快 一夜之间传遍了千家万户 得到消息的人们有的轻蔑一笑 抛之脑后 有的却谨慎至极 不敢出门 面对这场人类未知的疫情 我们需要知道些什么呢 TV君为大家整理了BBC提出的五问五答 从而帮助大家来科学理性的面对这场病毒大战 1.病毒来自哪里 根据世卫组织信息 此次疫情极有可能来自于动物 最初的人类感染案例 都来自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钟南山称 目前来看 这次疫情的地理分布给海鲜市场关系密切 但现在已经有人传人的现象出现 他指出 广东省有两例被传染病例 没有去过武汉 但是家人在得病后被传染 此外武汉市政府确认 目前武汉已有15名医务人员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另有一名疑似病例 其中一人危重 冠状病毒是一个范围广大的病毒家族 但是目前已知的只有6种 这次的新型病毒将会是第7种 会感染人类 绝大部分冠状病毒并不危险 2.染病的症状有哪些 这种病毒的感染迹象包括呼吸道症状 发烧 咳嗽 急速呼吸和呼吸困难 这次疫情让许多人联想到2003年爆发的SARS病毒 SARS病毒也是一种冠状病毒 21世纪初期 数十个国家共有774人因为SARS丧命 其中大部分在亚洲 对新病毒遗传代码的分析表明 它与SARS的关系 比其他人类冠状病毒更为紧密 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Marco House表示 这次病毒带来的不仅仅是感冒症状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但它不如SARS那么严重 3 这次疫情传播有多快 这次疫情最早于2019年12月 出现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 已导致4人死亡 但中国当局担忧的是 在农历春节期间 中国春运会大幅增加传染风险 过去一个周末期间 中国增加了130多例确诊病例 另外韩国 日本和泰国也有确诊病例 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WHO 传染病流行病学及控制合作中心 1月21日发表报告称 预计1月1日到17日期间 武汉共有1343例发作病例 同时北京 上海 重庆 广州与深圳 则分别有17例 15例 15例 14例及10例来自武汉的输入性病例 伦敦帝国理工大学MRC 全球传染病分析中心的一部报告认为 目前可能有超过1700例的感染病例 如何阻止病毒传播 目前 染病患者正在进行隔离治疗 以最大程度的降低传染风险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也已被关闭 进行清洁与消毒 中国卫健委专家袁国勇建议 如果想要预防这种疾病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一定要戴口罩 并且注意眼鼻口部位的卫生 另外还有专家建议 大家应避免与活的动物进行无保护性接触 使用肉类及蛋类时应该彻底煮熟 并避免与任何有感冒 或类似流感症状的人进行接触 武汉目前已加强进出人员管控 要求旅游团队不组团外出 并对进出武汉私家车辆进行抽检 检验后备箱是否携带活擒野生动物等 同时武汉对各公共场所及机场 火车站 汽车站 码头等交通场所 加强管理 配备体温检测 发放口罩及宣传手册等 目前新加坡 香港 澳大利亚等地 已经宣布对来自武汉的飞机乘客进行检查 美国也在秋金山 洛杉矶及纽约三大机场 启动类似措施 目前没有应对这种病毒的疫苗 世卫组织已警告全球各地医院 此次疫情可能在更大范围内传播 您应该担心吗 Welcome Trust的专家Josie Golding表示 除非我们对这种病毒有更多的了解 否则很难判断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很多人对SARS记忆深刻 因此对这次情况有很多恐惧 但这次我们对那类疾病有了很多的准备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Jonathan Bow 称 对任何首次发现的病毒都应该保持警惕 一旦进入人体细胞并开始复制 它就会开始变速并加速传播 因此也会变得更加的危险 他表示你不会想要给病毒这个机会的 TV君今早还看到一篇文章 批判了某些人面对疫情的愚昧态度 其中不乏不怕死的人 嘲笑身边佩戴口罩的朋友 夸夸其谈的说着 SARS都挺过来了 这次又算什么呢 面对这种无知的言论 小编呼吁大家千万不可被他们影响 负责自己的生命 尊重他人的生命 一定要在病毒大肆传播 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时期 做好防范隔离措施 健康安全地度过 心春佳节 最后截止小编录节目前 纽约时报报道了 美国首例冠状病毒患者确诊 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 这就是病毒的传播速度 犹如龙卷风一般 无国界地席卷着人们生活的地方